给大家了解一下这边的蓝道 这就是蓝道 挺好的 蘑菇加上比较陡 OK 我们刚刚看到去山顶Polar 缆车 正在试运营 但是呢 我们这一波上来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首先发现缆车上人少了 然后呢 发现这些所谓的蓝道 居然没有人滑了 是不是有炸 有炸 赶紧上去 赶紧上去 屁有腰 应该很有可能 应该开了 很有可能 应该开了 山顶来这开门了 走起 又传续了 Yuri 推荐 Bird C Bird Bird 哇 看看这个 哇 观众朋友们 太牛逼了 哇 我们终于来到了山顶 哇塞 牛逼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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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Katia 我 Katia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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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真的,真的,滑雪的,滑雪对于我来说,意义的其中之一就是,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风景,哇,炸裂炸裂炸裂,太炸裂了,观众朋友们,来吧,走一波,其实也不一定滑最难的道,但是就是这个景,炸裂。 感觉 Quetta One 这个不行 哇操 这个有点牛逼 走了走了走了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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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早了 这个太早了 这个是电影上的情节 不属于我 不属于我 我知道我前面滑了双黑 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可怕 但是 真正站在真正的山顶双黑上面 哇 有点怂 大家不知道看清吗 就说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拐弯 然后呢往那边就是悬崖了 然后我们要从这边切过来 但是刚才有几个朋友滑下去了 然后 呃 看着 看着还行 看着雪还是有的痛 OK OK 我们走起了 不能走 不平不平 非常不平 哎呀 非常好雪 雪非常好 雪非常好 但是有点大蘑菇啊 好雪好雪 呃 切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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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又有噓 妈妈也有噓 因为你也有噓 真正的 来 到没有了呢 buradan 先过去 别从这里走 这里 这里帮我走 这里帮我走 切 切 切 对 刺激 刺激 爽 真的 加拿大的雪场就是能玩到一些freeride的地方 对 这是跟其他雪场最大区别 我觉得 大家看到我们这两天滑的一个frame 这个雪 大家能体会到其实雪质并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说常见在sumperage滑的朋友们 也不要把这边雪想的太差 这边我感觉还是一个饿死骆驼兵马大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内陆 它内陆有个最大的优点 它就是这边的雪比较干 所以说今天我们虽然说很多天没有下雪了 然后昨天还有大风吹过 但是这个雪刮出来还是能刮出粉来的 然后我刚才在那种双黑道滑下来的时候 它这个推这个雪 就是你感觉脚下还是有一点松动的 就是能够推的走的 如果在温哥华Cyphus的话 这种天气的话 我觉得雪就应该是冰面了 就是完全冰面了 就是我就不敢滑了 我就不想滑了 今天这种雪对于我来说 其实还是挺有滑的欲望的 然后这种双黑道能见度也不错 还是可以挑战的 该问你觉得是不是 你觉得长年滑Cypress可以上这座山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蓝道蓝道可以测一下 然后黑道呢你可以过来看一下 看一眼